你看两番先生 他的命运财并不多 而且寿命也不长 53岁 你看 他照云古禅师教他这个方法 改造命运 他整改了 这个财富收入年年增加 这个地位是年年提升 他命里就没有公民 没有公民说 他只有秀才 这个举人尽私的命他都没有 但是他统统都考中了 没有就变成有了 命里没有儿子 他带来个好儿子 这个寿命只有53岁 他和他74岁走的 多活20年 这就是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过去生中没有布施 现在知道了 知道老师教我修布施 头一天见张加大师 他就教我 教我布施 布施没有钱 他说一块两块总有 我说那是用 一块两块可以 所以就学会了 人家这个同学们就放生了 我就出个一块两块 人家印经 我也送个三块五块 常年这样做 也没有求回报 真的越是越多 越是越多 你看这些年来 我们不说别的 布施大藏金 我前几天算了一算 一共 印象多少 超过六千五个套 这其他的都不算 这个都是从前 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我们哪敢想 自己能拥有一套大藏金 不敢想 越识越多 财布施的财富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畏布施的健康长寿 以前算命算我的寿命 只有四十五岁 那我要是四十五岁 我这个延长寿命 延长了三十五年了 那还不知道 还继续延长多少 不知道 所以说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尽管去做 不要问收获 真的是厚佛无穷 厚余去想这些 只想到 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不要想自己